第502级 勤奋也不是一般人呢 既然想明白了 那就尽力地维持住 把国内的资产给变现了一些 筹集了一些资金 不让厂子资金链断了 他等着 林峰实现第二个条件的速度 是更加地快一点 李如成知道以后 骂了两句名玩不灵 就没有再说什么 开始全力备战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转眼之间 12月份就到了 12月份 本来应该是冬季服装畅销的旺季的 但是今年的服装市场上 却总有一种让人不安的气氛 在北方市场上还好一点 大家都在等待着旺季的来临 但是南方市场上 却能够让人从空气中 闻到大战到来之前的硝烟的气息 而锦束服装也没有让人多等 12月8日 在南方市场上 132家锦束服装加盟店 在同一天开业 而就在锦束服装132家加盟店 开业的同一时间 这杉杉服装也有十多家直应店开始 两家服装品牌同时建制雅各尔 竞争是一触即发 从当天就开始了 不过双方都准备了很长时间 雅各尔也是相当的有信心的 认为锦束服装不了解南方的市场 只要能够支撑一段时间 锦束服装就会败的 只要是锦束服装一败 那么珊珊就会眼气息骨 李如成想得没错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 130多家加盟店支撑起来很不容易 但是李如成不知道的 这132家加盟店 是压根没有占用锦束服装的资金 锦束开始在南方的市场上 大力地做广告宣传 而且是不择手段的挖人 虽然说压根已经有了防备 为此还和加盟商签订了合同 要是毁约的话 赔偿金翻倍 虽然说是半途签订了合同 但是压根毕竟是品牌商 对于这些加盟店 还是有非常手段的 从供货让利到退换货 稍微抛出一点利益来 就让这些加盟店签订合同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 压根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 只不过林峰不择手段起来 比李如成想象的 还要没有下限的多 直接挖压根店铺里边的销售人员 当然了是业绩好的 谁业绩好就挖谁 反正手段不管是好不好看的 对于林峰来说 只要有用就行 而且这些销售呢 还不用花多大的代价 基本上只要是工资上调一点 他们就愿意干 从十二月开始 一直到十二月底 大半个月的时间 锦束服装和珊珊服装 双方是不吸血本的投入成本 雅各尔的压力已经大到了一定的程度 这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是年底的关系 林峰还在一些行业相关会议的现场 见到了李如成 只不过李如成看都没有看林峰一眼 冷着一张脸 林峰也无所谓 进入了1996年1月份以后 服装行业的销售旺季真正的来临了 往常这个时候就是赚钱的时候 但是今年的南方市场上 谁也赚不到钱 上个月南方市场上 倒闭了三家品牌男装 都是中小服装品牌 雅各尔和锦束 珊珊三家之间的战斗 到现在三家还都没有露出败相 但是其他的却受到影响撑不下去了 老大老二打架 老三死了 这个情况在商场是屡见不鲜呢 1月1日 锦束服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收购长安清风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从此进军阳荣山行业 补足锦束服装的服装种类 当天锦束服装的股价涨停 1月5日 锦束服装宣布收购一家内衣服装品牌 声称要打造一个高档内衣品牌 股价再次上涨 1月10日 锦束服装继续收购 从进入1月份以后 锦束服装是不断地传来收购其他公司的消息 一时间是声势大仗 不知道的还以为锦束服装已经是国内民族服装品牌的第一人了呢 这种压迫感其他人还感觉不到 但是雅各尔却感受得清清楚楚的 等到1月份中旬的时候 雅各尔在南方市场上关停了五家加盟店 两家直营店 李如成在办公室里面骂了林峰整整半个小时 1月下旬的时候 雅各尔又支撑不住 停业了两家加盟店 等到1月份底的时候呢 雅各尔再次关停了两家服装门店 关停的当日 李如成亲自过来了 看着两家加盟店摘牌 整个人的心都在低血了 时间转眼之间就进入了2月份 距离过年没有多长时间了 但是李如成却有些支撑不住了 在会议室里面 再次召开了高层会议 李如成是脸色阴沉 他就想不明白 这锦束服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开始开业的时候 还有很多服装滞销的 但是这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锦束服装的销售量大涨 店里的服装呢都很畅销 他就不信了 这一百多家加盟店 这么长时间了 库存的积压问题就真的不严重了 一群人坐在会议室里面 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李如成最后让王芳 去找供货商问一问 王芳去了 但是带回来的消息 直接让整个雅各尔的会议室 陷入了沉静之中 李如成叹了口气 这一次没有再骂人 也是从雅各尔和锦束服装对上以后 首次听到锦束服装的消息以后 没有骂人 原来是这样啊 可笑 真是可笑 亏我还等着锦束服装承受不住压力 自己崩盘呢 李如成是一脸的苦涩 整个人就像是虚脱了一样 靠在椅子的靠背上 一瞬间 精气神就仿佛都没有了 第503集 李总 王芳想要劝一下 但是张张嘴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说什么好像也没用了 事已至此了 林峰厉害啊 第一次见面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但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厉害 我后悔啊 后悔在林峰第一次上门的时候 没有把他给赶出去 给咱们雅各尔埋下了隐患 李如成是一字一句地说道 雅各尔啊 自己的心血啊 竟然就要这么没有了 斗不过林峰啊 林峰拿着别人的钱和自己玩 自己有多少钱是林峰的对手啊 关键是林峰根本就不会心疼啊 人家也没有库存这个说法呀 这库存是供货商的 李如成头一次知道 原来做服装还能够这么玩呢 这还是开服装店嘛 这就是一个平台而已啊 我不如林峰啊 李如成叹了口气 从椅子上站起来 身体一晃 差点没有摔倒在地上 幸好最后勉强扶着桌子站住 这一瞬间 李如成仿佛老了十多岁一样 李总 王芳吓了一跳 赶紧过来要扶着李如成 但是被李如成挥挥手制止了 李如成定了定神 才步履为奸地朝着会议室外边走去 慢慢地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这一场会议 什么话都没有说 什么对策都没有商量出来 但是所有参与人员又都知道 什么都说了 最后的结局也定了 过了一月份 到了二月份 就真正的年关了 往年的时候 雅各尔都在举办什么年会啊之类的 庆祝一下的 各个加盟商啊 供货商啊 合作伙伴啊 都会来参加的 场面可是很热闹的 本来今年的活动啊 应该举办得更大一点的 毕竟今年的雅各尔上市了 但是一直到年落于二十三了 雅各尔服装 那整个都沉浸在一种 非常压抑的氛围之中 至于原因嘛 大家心里也清楚 那就是雅各尔在南方市场上的防线 都守不住了 虽然说销售额还有 但是每天都在下降着 锦束服装和珊珊服装 两家可谓是咄咄逼人 下手狠辣 根本就不给雅各尔喘息的机会 当然了 雅各尔也基本上是放弃了 从上次的会议结束以后就放弃了 因为锦束服装的供货商合同 就已经决定了 锦束服装不会输 既然锦束服装不会输 那就是雅各尔要败了 这一点大家都已经有了共识了 现在就是看时间而已 1996年2月12日 这天是小年 王芳等人一大早地得到了通知 让公司的高层都来开会 距离上次的会议也就是十来天的时间 但是众人再见李如成的时候 纷纷是大吃一惊啊 这十来天的时间 李如成就像是老了十几岁一样 倒不是说什么一叶白发之类的故事 而是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没有了 有人60岁能够活出50岁 40岁的样子 有人20多岁给人的感觉像是40岁一样 不是其他的 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 没有了朝气和精气神 那自然就显老了 而李如成呢 就是这样的情况 整个人不再像是以往的时候那样咄咄逼人 龙行虎步 那走路都带着风 精气神十足 现在的李如成啊 完全就是一个老人的样子 做吧 大家都做吧 今天找大家过来 就是想问一下大家 咱们雅各尔将何去何从 李如成一般在会议室里边的时候啊 是不抽烟的 但是今天却破例地点上了一根 众人是面面相去 谁也说不出来 雅各尔在服装行业的机会很小了 这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真的要这么放弃 却又有些舍不得 也说不出来 李如成再次叹了口气 缓缓地开口说道 今天是小年了 大家要拿出一个主意来 免得这个年大家都过不好 事情定下来 大家都能够轻松一点 木一成舟的时候 就不要去想那么多了 李总 你定吧 我们听你的 是啊李总 你就拿主意吧 我们都听你的 不管做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跟着你 李总 你就下命令吧 就是和林峰拼了 我们也不皱一下眉头 大不了就从头再来 众人纷纷开口说道 李如成也不是一点人格魅力都没有 更何况 那平时有什么勾心斗角的 到了这个时候 谁也不会再有那样的想法了 反而想起来的 全是之前创业时候的艰辛 人就是这样 对于大部分来说 能够同患难 但是不能够同享福的 辉煌的时候 大家勾心斗角 现在要完了 众人是反而齐心了 李如成的目光 从众人的身上扫过 心里也很是复杂 有感动 有现实 众人虽然说得 很是慷慨激昂 但是从众人的话语中 却能够感受到 谁都不愿意继续下去了 因为看不到赢的希望了 他更知道 几个高层虽然说得好听 可能现在心里啊 确实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已经见识过富贵的人 要是雅各尔彻底完了 还会跟着自己走下去 那是谁都说不好的 李如成摇了摇头 不不不 还是大家商量着来吧 这一次是我带着雅各尔 走到了今天 愿我 我不能够再独断专行了 大家商量着来 雅各尔不是我一个人的 也是大家的 在这个命运抉择的时候 大家也都出出主意 共同来决定 雅各尔的未来 见李如成说得真诚 终于是有人开口了 李总 要不然和林峰谈谈 趁着现在咱们先赚上一笔 然后抽掉资金 转到房地产上面去 现在国内的房地产行业 也是很赚钱的 咱们有实力 有人脉 转到了房地产上面 有的是好项目 照样可以赚到钱 我看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李总 要我说的话 也是个意见 虽然说舍不得 但是及时之损 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是啊李总 我也认为 现在进入房地产 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说不定咱们 还能够创造更大的辉煌 大家都不老呢 有的是时间 王芳最后发言 他咬牙支持了这个题 李如成心里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 转战房地产 及时在服装行业里边抽身 这个选择可不是最好的 但却是最合适的 好 那就这样 明天王芳和我去京城 见一见林峰 李如成沉思片刻以后说道 王芳点点头 小年过后 李如成和王芳飞到了京城 林峰在大街上 帮着家里买年货呢 这过年王芳和郭芳啊 都要回家的 还要多买一点 让两个人带回家里去 这是母亲郭秀兰安排的 就是再忙也要办好 李如成打电话的时候 林峰有些为难 李总啊 我这边有点事 可能一时走不开啊 这马上过年了 正在给家里采购年货呢 林总方便吗 方便的话说个地址 我过去找你谈 李如成咬牙说道 他以为林峰 是故意躲着不见自己 这方便倒是方便啊 李总要是不建议就过来吧 顺便感受一下京城 过年的氛围 林峰想了想说道 挂了电话 没有二十分钟 李如成就过来了 他以为林峰啊 是找个借口不见自己 但是到了现场一看才知道 这真的不是骗人啊 林峰肩头扛着一个蛇皮袋 正在采购呢 手里还拎着大包小包呢 李如成扫了一眼 倒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年货而已 不过买的东西倒是真的不少 林峰额头都出汗了 这不是在演戏 应该是真的 这是李总 我朋友 你们走前面聊着 我在后面跟着 李总 这是我妈妈和我妹妹 这是表弟 和我表哥两口子 林峰大概介绍了一下 林晚他们也没有和林峰 生意上的伙伴打过交道 只是双方点点头 问了一声好 就继续逛了 第504集 林峰扛着蛇皮袋 手里拎着的东西啊 继续跟在后边 林总 要不我帮你拿点 王方客气地说道 但是林峰不和他客气 直接把包裹逼给了王方 王方一愣 林峰已经朝着前面走了 李总 边走边聊吧 李如成从善如流地点点头 李总这次过来 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林峰问道 李如成当然着急了 他不是拖泥带水的人 既然决定把雅各尔这个服装品牌给林峰了 那就早点给 一个是因为早给一点 价格就能够多要一点 另外一个原因是马上过年了 这事在年前定下来 也能够早点定人心 折腾了这么久了 大家也累了 也是时候休息一下过个好年了 所以李如成才这么着急 但是现在看林峰他 却不着急了 点点头 没有回答林峰的问题 而是问道 林总 这年底公司的事情多吧 怎么还有时间自己出来买年货呢 随便吩咐一下不就办妥了吗 林峰朝着一家服装店里 正在和商贩讨价还价的母亲和妹妹 弄弄嘴 我妈妈吩咐的 再说了 过年了也要陪为家人的 工作呢是做不完的 但是时间过得很快的 李如成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这些人好像亏欠的很多呀 林总 你这么有钱 你妈还讨价还价的 这是乐趣 我妈习惯了 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难道李总 不觉得这样才有生活的气息吗 难道我把这个店铺买下来 送给他 他就会开心吗 不会的 那样不是生活呀 林峰说着 李如成突然说道 林总 我想把我们雅各尔转给你 你有兴趣吗 李如成之前准备了一大堆的话 就是卖 也要卖一个好价钱的 比如说给林峰分析一下 现在的情况 说一下林峰的竞争对手 自己还可以啊 转给珊珊之类的 代价而沽 经过几番的争论 最后拿到了一个高价格 但是听了林峰两句话以后 他却没有那么多的心情了 直接开口了 林峰愣了一下 转头看向了李如成问道 这么直接吗 是啊 想回去陪家人了 也和你一样买买年货 过个好年 李如成笑着说道 林峰也笑了起来 行 这样吧 李总先去歇歇 中午呢 我请李总吃饭 然后咱们两个好好谈谈 争取今天之内 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 不用 咱们就边走边聊吧 顺便还能够给你帮帮忙 李如成说道 林峰点点头 店铺里边呢 郭秀兰和林婉 还在为几十块钱 讨价还价时争论不休 店铺外面 林峰和李如成 已经针对几千万 几个亿的生意谈了起来 我们雅各尔 把服装这一块的业务 全部转给你 包括我们雅各尔的 这个品牌 也一并给你 李如成干脆利索地说道 其实说实话吧 你们这些东西 给我我也没用啊 不过我还是要了 因为为了快一点结束 不过价格方面 我不会给太高的 三千万的 你 李如成顿时大怒 虽然给的不是 雅各尔这个公司 是这个品牌和业务 但是三千万的价格 林峰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林峰啊 你要是这样没有诚意 那我就不如转给珊珊 李如成威胁道 林峰根本就不在乎 轻笑一声 你给他 郑永刚赶药吗 李如成一愣 林峰继续解释道 郑永刚为什么不敢和你合作啊 还把你卖的是干干净净的 你不想想 郑永刚要是敢要 我就有了和他翻脸的借口了 他现在是自身难保 还要你们雅各尔 不是我林峰吹牛啊 现在国内的服装品牌 只要是我放出句话 谁敢要 谁敢要 我收拾谁 李如成是一口气堵在心里 虽然李如成不愿意承认 但是也知道 林峰说的是事实啊 郑永刚早就被林峰给吓唬住了 回想一下 在南方市场开战之前 自己去找郑永刚 那个时候 郑永刚应该知道 锦束服装的供货商的合同了 怪不得当时 姨父得了绝症的样子 看自己呢 原来是看着自己要淘汰了 可怜自己呢 半赏李如成才说道 我看郑哲天已经不是郑哲天了 以后是你林哲天了 林峰老实地点点头说道 是啊 曾经的屠龙者终于有一天也成为恶龙了 李如成更气了 这林峰是真的不要脸啊 这就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不过心里想想 还是很感慨 这才多长的时间啊 前前后后 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而已 林峰和郑永刚之间的地位 就调转过来了 郑哲天 林哲天 虽然是句玩笑话 但是却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两个人在服装行业内的地位 想想当初吧 那郑永刚要是没有那么紧逼林峰的话 林峰可能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吧 自己是养虎为患 郑永刚又何尝不是自讨苦吃呢 两个人继续讨价还价 到中午的时候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林峰安排好母亲他们吃饭以后 把东西送回到了家里 然后才请李如成和王芳两个人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林峰又起了心思 想要把王芳给挖过来 李如成脸色有些难看 但是却没有阻止 他不愿意阻止王芳的前途 毕竟雅各尔眼看着就要转行了 虽然开会的时候啊 大家都有信心 但是转行以后是什么结果 那大家谁也不知道啊 王芳是跟着自己一起创业的老伙伴了 现在雅各尔要完了 王芳要是有一个好的前途 自己也开心的 没见金利来的高国立 现在跟着林峰是水涨船高 仅数服装上市 高国立还拿到了股份 林总 王芳面对林峰的邀请 想也不想的就准备拒绝了 但是却被李如成给拉住了 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 林总亲自相拥 你的面子大呀 李如成笑着说道 林峰也笑了笑 没有说话 最后双方以四千万的价格定了下来 当天下午 林峰就在场子里边召开了股东大会 然后是董事会议 当然了 这都是走个过场的事情 锦束服装虽然说是上市 但是在重大决策上边 依旧是林峰的一言堂 但是这个过程呢 不能够不走 毕竟现在是上市公司了 不像是原来的时候 没有一些会议记录之类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是违法的 只有股东会 董事会通过的才行 虽然都是工具人 但是这个程序啊 不能够没有 会议结束以后 会议室里边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 姜董 我要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 宣布一下这个决定 虽然是有些仓促 但是毕竟是结束了 还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当然了 要是林总你这边需要保密的话 我也可以配合 签完合同以后 李如成觉得自己应该是忧伤的 毕竟自己辛辛苦苦 十多年创立的企业 就这么完了 虽然说谈不上烟消云散 还要调集资金搞房地产 但是服装行业一直以来 都是雅各尔的重心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签完合同以后 有一种浑身轻松的感觉 这和林峰竞争啊 实在是太累了 虽然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 但就是控制不住的 会有这种感觉 没有必要 我林峰做事啊 向来光明正大的 何须在意他们的眼光 林峰挥挥手 大大咧咧地说道 李如成的嘴角抽了抽 你也好意思说这种话吗 其他的不说 就说紧述服装上市的事情 老子在前面打声打死的 你在后边是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上市啊 还好意思说光明正大 只不过是现在觉得自己牛逼了 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了而已 腊月二十六 也就是紧述服装和雅各尔 签订完合同的第二天 在紧述服装 紧述服装和雅各尔公司双方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当天京城的各大报社都收到了邀请 但很多没有邀请的小报社呢 也来了很多 毕竟紧述服装的新闻性还是很强呢 第一次是紧述服装 以天价中标 央视的标王 算是开创了国内广告史上的一个天价 第二次是服装巡回展 怎么说呢 就像后世说的 你可以永远地相信紧述 那紧述的新闻 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 在连城片的闪光灯中 这林峰和李如成分别代表紧述服装和雅各尔服装 签订了转让的协议 林峰穿着一身笔直的西装 在聚光灯下 依旧是那么的亮眼 张珊珊和吴龙两个人作为律师 也站在林峰的身旁 看着林峰啊 那心里满是感慨 那一年他认识林峰的时候 跟着林峰去雅各尔 那会儿的雅各尔啊 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他那会儿为了林峰 能够拿下雅各尔那么好的投资 感觉很是震惊啊 可是这才过了多长时间 也就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现在的紧述服装 竟然已经有了吞并雅各尔的实力 并且成功了 第505集 蛇吞象啊 不 现在的紧述服装不是蛇 而是一个很强大的企业 比当初的雅各尔还要强 发布会过后 紧述服装收购雅各尔的消息 就快速地向着服装行业传去 不光是服装行业 紧述服装和林峰这两个名字 也在第一时间 朝着商场上的各个角落传去 紧述服装收购雅各尔 雅各尔的服装业务和品牌 转让给紧述 说实话 一时之间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大跌眼镜啊 很多身上还穿着 雅各尔的西服衬衫 没有想到 这品牌都变了 郑永刚收到了消息 怎么说呢 预料之中 意料之外 李如成和雅各尔的失败是肯定的 在林峰签订下南方市场 132家家门合同和88家供货商合同的时候 雅各尔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 这是李如成到石门来的时候 他对李如成释放善意的原因 但是李如成败得这么快 李如成退得这么干脆 确实他没有想到的 原来他还觉得 李如成就是失败 那最起码呢 也要多撑一段时间 不说三年五年呢 最起码一年半载 是能够支撑下去的吧 毕竟雅各尔还有上市融赐的六个亿呢 就是烧钱也能够烧一阵呢 自己也能够趁着这个时间 想一想下一步 甚至是转移一下产业 没有必要和林峰在服装行业里死磕呀 但是李如成却这么干脆地离开了 保存了实力进军房地产了 在老子的前边走了一步 那老子也是准备去房地产行业里面混的 难道又要和李如成竞争 这是宿敌吗 就摆脱不掉 不过郑永刚也就是想想而已 房地产行业里边 那不管是他还是李如成 都是无名小卒 人家有行业大佬在呢 不说国营呢 民营的万科 那早早地就上市了 在民营行业里面是读书一致 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 还安排了中午的宴会 但是李如成不准备参加了 这对于林峰来说是庆功宴 但是对于自己来说呀 却是失败者 去这种庆功宴干什么呀 让别人侮辱自己吗 还是把自己这个失败者 拉出来展示一下呀 李总啊 不吃个饭再走吗 林峰可谓是春风得意 带着江林等人 送李如成一行人出来 林峰插着腰叼着烟 嘴里呼出的白气 在空气中飘荡着 明明是大冷天的 但是林峰偏偏咧着怀 衣服的下摆啊 随着寒风是烈烈作响 更加地给林峰增加了几分 桀骜不驯和胜利者的姿态 李如成站在台阶下 看着台阶上林峰的姿态 实在是有些欠仇 但是呢 却讨厌不起来 林峰没有假惺惺的作态 虽然桀骜 但是却没有羞辱自己 骄傲 这是人家一直以来的作风 想当初 林峰第一次见自己的时候 就是一身傲骨啊 林总 有你这样的对手 我输得不冤枉 李如成说道 不是冤枉 是荣幸 多少年后 你会为和我林峰交过手而高兴的 不过说实话呀 李总你人挺不错的 要是换一个人 我绝对不会邀请他来参加我的庆功宴的 我的庆功宴就是庆功 我还不屑踩着谁炫耀自己呢 因为我站在这里啊 就已经足够了 林峰吐出一口眼圈 嚣张地说道 李如成听出了林峰话语中的真诚 但却哭笑不得 因为真诚 才显得林峰更加的嚣张 这口气大的真的是没边了 虽然知道林峰真诚 但是看着林峰那开心的样子 李如成还是非常的不爽 不过这口气是报复不了了 而且以后做生意啊 不在一个行业了 山不转水转 说不定哪天又遇上了 当然了 主要是他作为一个失败者 不是想不出什么方式 能够让林峰不爽的 但是代价又太大了 林总 再见 李如成挥挥手上了车 林峰就站在台阶上 看着李如成远去 大声地说道 雅各尔的时代结束了 山山的时代也即将要结束 以后就是我们锦束服装的时代了 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 林峰已经毫不在意 对外宣布下一场战争的来临了 不过众人是一点都没有意外 郑永刚估计这个时候 已经想着投降了吧 从上个月开始 锦束服装就收到消息 郑永刚已经把一些资金 往房地产的项目上转移了 在房地产的项目上 倾斜了更多的资源 而且幅度非常之大 还有就是 也在和国内的一些服装品牌接触 想要把服装业务给转出去 虽然说山山的动作进行得很隐秘 但是呢 却瞒不住林峰 山山没有竞争的心思 那锦束服装呢 就要少费不知道多少劲啊 另一边 李如成的车上 王方突然凑了过来说道 李总 有这么一个消息 是关于勤奋的 王方自从昨天林峰拉拢以后 虽然想要拒绝 但是在回去权衡利弊以后 又在李如成的劝说下 答应了林峰的招揽 答应以后 王方就身在其位谋其正了 锦束服装的事情 自己还没有正式的上任 轮不到自己操心 但是勤奋那边 自己可以留意一下呀 这一留意就发现问题了 其实这个消息啊 本来王方也可以自己汇报给林峰的 但是王方想来想去还是没有 决定告诉李如成 让李如成出一口气 毕竟李如成对自己啊 是真的不错 李如成听完以后 顿时笑了出来 林峰啊 你这个王八蛋 你也有今天 好好啊 李如成畅快地笑了起来 这是雅各从上市以后啊 头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被林峰欺负了这么久 终于能够出口气了 林峰正准备回庆宫宴里面呢 这咧着怀装逼是挺爽的 但是时间长了 是真冷啊 还是赶紧回去里面暖和一下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 手机响了 林峰看了一眼 接起电话 爽冷地笑道 怎么了李总 才分开就想我了 这个狗东西笑得是真开心啊 一会儿我给你说了消息 看你还能不能够笑得出来 林总啊 之前的时候咱们竞争 我就取消了和秦奋放置厂的合作 还扣下了很大一笔的尾款 刚才我得到消息 好像是秦奋和秦若曦妇女两个 准备回花旗国了 现在已经往魔都的机场赶 林峰没等李如成说完 就恶狠狠地打断了 李如成 你个王八蛋 要是我追不回来 你四千万的尾款就别想要了 李如成听着电话里的嘟嘟盲音 骂了一句狗东西 就是让你着急一下 其实消息是秦奋和秦若曦啊 准备回花旗国一趟 处理一下花旗国的产业 筹点钱回来 林总这是怎么了 看着林峰脸上的笑意凝固了 江林等人是不解地问道 韩军 韩军 林峰大喊起来 你死哪儿去了 快给我开车 去机场 韩军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林峰根本就没有心情回答江林的问题 清空宴我不参加了 有点着急的事情 林峰交代了一句 都没有赶上回去穿一件羽绒服 就急匆匆地上车赶往了机场 李如成先出发的 结果到了机场以后啊 发现林峰已经买好票了 正准备登机呢 这李如成扎巴着嘴 看来林峰啊 是真的着急了 看来是戳到痛处了 李如成也不凑过去 害怕挨揍啊 这年轻人急眼了 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李如成有些想不通 这林峰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在他看来 这林峰就是着急一下就算了 这丢下庆功宴不应该啊 秦若曦就是回了花旗国 那追回来就是了 李如成不知道 上一世的秦若曦 也是这样离开的 这是林峰心里的痛啊 一得到消息 立马就慌了神 生怕像是上士一样 就这么错过了 哪里有时间想其他的呀 上一世的自己 去机场送别秦若曦 躲在柱子后边 眼看着秦若曦是越走越远 直到消失 自己却没有勇气 也没有资格去拦下来 但是这一时 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林峰低头看着机票 着急地登记 恨不得给机长塞点钱 把飞机啊给开得快一点 可惜这是飞机 不是出租车呀 时间是一点一点地过去 林峰显得很是交集 不时地看看手表上的时间 不时地通过飞机的悬窗 看向了外面 搞得林峰身旁的胖子 忍不住提醒道 哥们 这是飞机 它又不是出租车 你就是着急 也不能够下飞机 我知道 你以为我是土炮子吗 林峰恶狠地骂了一句 时间终于在南傲中过去了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魔都机场 林峰朝着外面冲去 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林峰以为是秦若曦打来了 直接接了起来 结果是郑永刚 林总 恭喜你拿下了雅各尔 我们珊珊你要不要啊 要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 回头咱们再聊啊 林峰直接挂了电话 在机场里面着急忙慌地 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直到在安检口 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说 说信 林峰想要大声地喊出来 但是情绪激动之下 一时之间却失声了 这是两世的遗憾 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仿佛是心有灵犀一样 正好这个时候 回头看见了满脸慌张 却又满是狂喜的林峰 两个人的目光交错在一起 秦若曦朝着林峰走了过来 林峰也朝着秦若曦狂奔而去 这一时 林峰没有躲在柱子后边 秦若曦也没有转身离开 双向的奔赴 是最美丽的样子 林峰也没有转身离开 林峰也没有转身离开